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只要就是重视它 你知道你的病根是什么 胖人不是说一点为前途 你要是好好下决心减肥的话 也是非常有前途的 糖尿病的人呢 原来也认为特别悲观 糖尿病是一个长寿基因 糖尿病是长寿家族 好多糖尿病的人的老头老太 都活了八九十四 为什么 就是因为糖尿病从这个自然选择 优胜略态 就是能得糖尿病的人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基因 他才活下来了 现在呢你吃的越来越多 然后能量长得越来越多 能活着但是活着不好 为什么长得太胖了 长得太胖了 脂肪长到这个内脏里 内脏的脂肪 就是让你对胰岛素不敏感 然后让你长冠心病 让你高血压 让你高脂血症 就肥胖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肥胖 是产生糖尿病的病根呢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